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她特别活力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问题就是 新冠肺炎其实对你我她的生活 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只是说会不会是改变了你的一些生活习惯 我真的是改到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讲 还有你改到乱七八糟 那个Melody的台长看到我在厕所洗手 哇你洗得很仔细 我就我怕死 我就敢说我怕死 而且我觉得她有一个很好笑的点 你还记得刚开始爆发这个疫情的时候 然后她就是一副狠下就讲 怎么办 好像世界末日了 因为我买不到 对 你自己讲你自己讲 因为那个时候我生病 所以当你找不到这些所谓的 什么洗手医生 觉得自己的免疫力很差 就很怕你自己中啊 而且那个本地病患出现的时候 她讲她在哥蹦爬爬着 哥蹦跟我家住的地方很近你知道吗 所以我真的很怕 当时很夸张 因为可能那时候就没有想到这个疫情会这么的严重的时候 甚至会传到了我国的时候 我就在想这个女人什么事情哦 她真的是整副就是怎么办呢 因为我每次都会把事情想要最坏的打算 就是把她想要最坏的情况 所以你是想象到你自己本身被感染到新冠肺炎 是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我的身体不太好 所以我就很怕很怕我中 不过过了阵子 如果他们讲那个带麻斯 生病人带的时候 我就哦可以啦随便拿 是而且那时候真的是好像觉得世界末日了 不过讲到她这个洗手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她的影响就是 以前哦比如说 你知道我们的啦 有打字啦 就是我们做工 你看我们打keyboard啦 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拿笔写字什么都好 其实一般上你动了这些东西过后 有时候会这么的勤劳 一直跑去洗手洗手对不对 而且我这样跑出跑进也很烦嘛 所以哦 我一般上就是动了这些东西 哦如果有东西吃完是照样拿来吃 拿来吃 拿来吃 对拿来吃 吃吃的等你 但是最近哦 我就会开始有一点害怕咯 就觉得讲说 好像我打字打字打字 我就会开始去观察一下我的那个keyboard 哦因为我跟金鱼一起共用同一个keyboard 没有哦 这个女人真的是啊 诶我很干净了哦 我每次都有啦 我被提出骂的哦 没有我跟你讲 我发现我们的keyboard 真的是里面好多灰智 但是我不会把它打出来 对 我就我觉得 所以哦 我就以前你不会去realize这些东西 OK 你反正就觉得就是这样 但最近你就会开始看起来 以为那个keyboard有点这么肮脏的 然后就开始在想哦 哎呀 这样哦 我现在动了keyboard 然后又刚刚拿东西吃哦 惨了惨了惨了 我被中兵呢就开始会有很多的胡思乱想 拿了一张纸拿了一支笔 甚至拿了电话也会觉得讲 哦下一秒我要吃东西 怎么办呢 就有一个这样的 我觉得它就开始导致我有一种困扰咯 你们住错国家了是吧 怎么会这样讲呢 你们应该住新加坡啊 哦 哦 哦 我们都很是有新加坡人的咯 没有没有 我只是讲说新加坡的那个防疫 措施做得非常好 因为其实我最近在facebook看到他们真的 很很厉害啊 哈哈哈哈 因为你看到疫情在爆发的时候 他们的国家可能刚开始在爆 刚开始在爆罢了哦 他们就已经去那个超级市场扫货了耶 是因为那个防疫级别升到 橘色 对对对对 人家看了会怕嘛 你有看到那个auntie吗 没有没有看到 你有看到照片吗 没有没有没有看到 我只有一手推车哦 满满一座山 哇泡面什么面一大堆你懂吗 他们连避孕套都 对我就是看到 都卖完耶 就是看到避孕套的 你不知道他们拿避孕套来做什么是不是 你以为他们拿来做iI是不是 有人拿来按电梯 哈哈哈哈 你跟我看到是一样的 等一下啊 避孕套黏黏的哦 你套在你的手上这样就按电梯耶 总好过你感染病毒啊 没有啦 我觉得只是人家拿来开玩笑放嘛 对啊 我觉得 哎 你你你 我觉得 你拿避孕什么都好 总好过是用 总好过是用 病套吧 因为病也是有点脏 对啊 病套你套在你的手 你的手又油油黏黏 没有我觉得他们 纯粹只是调侃他们 可是他的病套真的是 so out嘞 但是没有 但是我反而想到什么 你懂吗 因为这段时间 大家就会关在家里 不能出去嘛 这样就少了很多娱乐啊 对 哈哈哈 就需要爱情动作片 对 自己排 对自己在家上演 因为你看 这个concept就跟 你看为什么他们要买 这么多的粮食 躲在家的道理是一样吗 你不能出去 你是不是只可以天天看戏 OK 那如果家有Astro的话 就天天看Astro 对不对 然后过后没有Astro的话 新加坡没有Astro的啊 我在讲的马来西亚 哈哈哈 就是要cue到这个 马来西亚人还是到处走的 对对对 但是我 对咯 可是马来西亚的情况 的确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是讲说新加坡人 把 爱爱 跟食物看到一样那么重要啦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你想看 长期关在家的话 你真的会疯掉的 对不对 当然是要有一点生活的调剂品 然后 嗯 让自己的生活 在家里也可以活得更精彩 有一点情调 可以可以 可以有一些人生的高潮跟低潮这样 对对对对 在低潮的时候 我们就来一点高潮这样的意思咯 但其实我跟你们两个比较不一样耶 我是一个可能 神经比较大条一点 你应该是没有中没有四弄 啊没有错 哈哈哈哈 一有中的时候才能 就是就是你看我家里吼 我妈妈也是跟你们一样 一中好了 他们到处去找 口罩都找不到的 然后到最后死找烂找找到三包 三包一包大概十片嘛大概三十片那边 就找到三包回来 我才阿辣阿辣哪一片来用 在KL之后我完全没有管它 就是keyboard啊 还是要拿东西来吃啊 按电梯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病毒其实离我还很远 你又难过你越来越黑啊 DAM 哈哈哈哈哈哈 黑跟这什么关系 哈哈哈哈 你常识 其实就是没有 其实就是没有关系 准时要讲这一句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个就是照假新闻 对对对对 你不敢要抓他的了 哈哈哈哈 再删什么删删 什么法令下抓他的了 等一下等一下 重点是它不是假新闻啊 如果大家可以上到我们的 鸟事生肥的Facebook 不是 你看回 你看回它的照片 你就知道它真的像黑啦 哈哈哈哈哈哈 变黑跟这就没有关系啊 这样确实是没有关系啦 你有看金鱼那个身上发出光环吗 光光环 对对对 他回不回啦 哈哈哈哈 所以其实我本身就真的是没有在注重这种数据的 他离我们很远 因为你讲他们在苏埃部落医院隔离 也离我很远啊 大概离我20km啊 这是因为空气会飘过来的啊 不是 它不会通过空气飘 哦是啊 肥沫 它是通过肥沫 哦 OKOK 而且你必须 你必须要跟他有 不乱的马来西亚人 你必须要跟他有亲密接触你才会中 哦 OKOK 比如说他讲话喷你口水 这样你就中咯 也不 而且你中了 这样子喷到也不可能 也有可能 不是100%会中 可能不是喷口水 喷别的也会中啊 可能你的身体 哈哈哈哈 可能你喷到你的鼻子 这样你鼻子在上面 他可能吸不到他进去 这样他就不会中咯 因为我以前我真的很白痴很白沫 我真的在那边想 哦现在他们已经就是在马来西亚 已经有有有有有 有这个所谓的病患在这边吗 我就在想哦 他会透过空气 我讲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如果透过空气我们应该全部差不多了 所以他们就 所以他们很多就是讲 要喷不要喷在脸上 不太好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样为什么这么多人 我知道你要再开黄枪 我就是不要给你这个机会 但是我想讲的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买口罩哦 口罩是因为 就是怕等下会遇到 那个讲话喷到你的 对可能会在 因为你一定会跟人家 会有比较靠近距离讲话的时候啊 OKOK 然后然后因为你像我们生病了 然后你打喷嚏他会喷啊 对对对 所以他所以他们一直鼓励的是生病的人戴 而是没有生病的人不要戴 对 讲到这个东西我真的是有时候也是觉得很火大 你看啊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在市场上就会有断货的现象啊 其实我不要讲SanitizerOK 我讲的是口罩就好 你看啊你想象一下啊 如果一个有生病的人他戴 跟十个没有生病的人他戴 上个星期我们讲过了 他没有戴吗 因为去趟家啦去趟家 找他啦 OK我们重来 是咯我真的觉得对咯对咯 这个口罩是咯是咯 不过最近那个口罩好像市场也是在断货对不对 没有 很干的很硬你懂吗 他把他的脸转过来的时候我都是倒笑的 其实你们自己本身身边的人有没有就是爆发这个疫情之后 有没有很夸张的一些动作 我觉得我最夸张的 我还洗到我的手有伤口你知道吗 我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就是因为纯粹是因为我的指甲之前结婚做了那个指甲彩绘之后 他有一点有点不太好 所以他就我洗的时候过程当中很容易伤到我的手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我们为什么我太紧张 我一直跟着那七个步骤洗手 结果我的手都是伤口 然后他们就讲你这样中的更快 是咯因为你有伤口 不要讲中这个新冠肺炎可能别的 对对对 别的病菌还是病毒之类的 我的话呢如果你讲身边的话我觉得倒还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那一段时间我都在家乡 然后 是咯你就好咯 放那么多人就好 所以说今天我回来 我回来我就比较的有活力一点点 可是没有听我们的Podcast 有啦其实我有听 我有听 或者是如果你们有听的话 你们可以也是来PM我跟我讲他们讲什么内容 by the way我回来我的话题 因为我那时在家乡的时候我就 我就 刚开始我的家人还可以买到口罩 然后那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讲 有啊那法麻西都有 就好像到处都有 我并没有感觉到有怎样的一个所谓的危机意识 我就觉得都还有啊我也还好 直到过后一段时间 你知道我爸爸比如说他今天买还有 而且他还在那边想 不用买一盒的了买十片就好了 因为反正都还有货 然后那直到过了几天 就真是完全哪里都没有货 很家乡 就连我家乡 对到今天为止 我昨天有打电话去问 因为我刚才跟我的朋友买了那个消毒液 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去问我家人 我家人讲到今天为止 他们在家乡 依然还是找不到那个口罩还有洗手液 消毒液对不起 我的家人早就在新年的初级说 已经开始买了 而且大山脚已经没有了 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 而且医保那时候也是没有了 因为我的老公是医保人嘛 他的妈妈就跟我说 你们要几片吗 可是没有要等到出事才有 对对对 就是刚开始新年的前几天 他已经开始断货了 一传有那个疑似病例的时候 已经开始 而且我那个时候 我还特地跑去一些比较 比如说比较小区的地方去看 一定是没有什么人去了 也没有耶 就是你平时可能你感觉到 那一间店是不会有人光顾的 都没有货 像 不要讲你们那种大城市 你像我那种 Demelo那种小地方 也完全是断货的咧 所以咯 可是我觉得我当地的 这法麻器做的一个非常好的就是 限定人家买 限定人家买咯 像比如说我们买一包 就是一个人只可以买一包 一包里面可能有区片 他就觉得说 你要这么多 你嘴巴也只有一个 而且我又要强调了 口罩真的会过期的 对对对 讲到这个东西 口罩会过期 是你不懂是不是 没有我今天我看新闻他讲会过期的 有过期的 会过期的 因为我还去上网找了 对 因为那因为其实你看啊 呃 当年应该是在六年前 六年前那时候 我忘记是因为烟埋很严重还是怎么样 然后当时候我就买了很多的口罩 因为我那时候我也确实我要认 我很白目 我也不懂原来口罩是有点烂这件事情 所以买了很多 但是买了很多锅 其实你用不完的 然后锅就剩下 呃 反正最后都剩下一盒 所以当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妈妈那天就拿出来 欸那你看我们家有一盒耶 很新耶 我转过来看我讲 2016年 我讲 2014年对不起 6年 2014年我讲不能 他讲不可能啊 他一片片翻诱 我看你讲 你看他讲都没有白点什么什么 但是我一直跟他讲 真的不能啦 我讲因为 第一他已经这么多年了 你还敢待吗 你也不懂他里面可能 会不会有一些所谓的 细菌 其实我有去check他讲说 他会过期的因素 因为他可能会有细菌在里面 对对对 然后他可能 那一层东西他已经没有办法防疫 已经有细菌在里面了嘛 对对对对 这边他真的是会过期的 而且我还去找 找一些资料我讲 上次上次跟我讲有错 是我真的是 真的是看了 但是重点是啊 重点是啊你知道啊 我家乡那边的 发麻西这样 因为我用我跟我家人讲 他们一定不信嘛 所以我就跟我爸爸说 你拿那盒 你去问发麻西 那发麻西的人 既然说如果你看到表面 没有什么脏的话可以用 蛤 所以他哪回来啊 他这样就是我 我爸爸这样反应回来 我就跟他讲 这你敢去用咯 我讲我是不会用啦 就这样咯 我觉得其实没有啦 因为对因为我就是用一些很 微波的语气跟威胁的语气 这样去一直灌输他 就是我觉得 因为很多时候你看 大家都会 看表面 看表面觉得他没有问题 而且又觉得好浪费哦 一大盒就直接上哪去丢 甚至哈 我不要讲是谁 不过我知道啊 甚至哦 有些地方 就是因为他们拿 他们以前收了很多嘛 所以他们重新包装 然后便宜拿来卖 这是你在身边的一些案例来的哈 对 对 真的是不良商家 对 但是就像我讲的咯 因为他只是过期而已 但是还美美的 他不是哪那些人家用过的 你懂嘛 哈 因为我其实要带出的是 你看之前的另外一间 法马系他都直接是说 其实只要他没有暗张 你没有暗张 你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点的话 是可以用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商家 可能我觉得他没有这一方面的认知 他就直接重新包装咯 他卖的真的是比市场还要便宜 就这样的情况咯 这样看到便宜的就要先想一想 对 比如说啦比如说 那时候我买 我是买一片五十仙 呃他就卖一片四十仙咯 哦 就是便宜一毛钱啦 ok 然后 但是我知道了之后 我就会一直去劝请我身边的人 就不要去那边买咯 所以你跟他很熟的吗 是他们跟你讲了是吗 呃 呃 就是内部消息 哈哈哈哈 好啦我们off my再聊啦 哈哈哈哈 反正反正我想讲 现在他应该没有再做这件事情好了 因为我就一直想 你有提醒他吧 对对对对 我提醒我就说不能这样 我讲即便就是你看到他还是好好完美无缺 也不可以这样 其实在在疫情爆发之后 他不只口罩短缺 其实因为呃 因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它是一个很很新的一个病毒嘛 而且他很狡猾 我一直觉得他很狡猾 对对对对 所以方间就出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偏方 对对对 那又跟你讲这个可以啦 那个又可以医治啦等等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教你一下 到底哪一些偏方是其实方间传的macham yes 这样其实是macham no的 我们要鲸鱼要跟我们分享对吗 对对对对对 我愣着我想 诶你找到这个资料上 哈哈哈哈 你找到吗 这个今天他好像跨单元对不对 像怎样哦 但是他没有来我代替他的单元吗 哈哈哈哈 我是进入金的单元 诶你知道吗 不知道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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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好我是金鱼 你好我是建伟 你好我是家俊 你有默契啊 每次我开始的时候 你们两个就在那边打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 这个很正常的 因为我毕竟我修了这么久回来 所以突然间跟大家的那个默契 没关系 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今天没有耳机 我完全你不觉得好像有一点 因为我今天在studio里面 有先跟大家说那个情况啊 只有我耳机 只有金鱼有耳机 只有金鱼有耳机 然后我跟佳俊是没有的 我突然间觉得好像 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跟对方的声音 然后我有一点 不知所措 你懂吗 不懂几时要接话那种感觉 很空的感觉 佳俊你可以瞧一下那边 有一个回音啊 哈哈哈 好了我们看金鱼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 这个点是什么点呢 其实发生了这个新冠肺炎之后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片方在网上面 那第一个就是说吃蒜头可以抗疫 当然吃蒜头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因为它有抗菌的效果 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病毒 病毒它要治疗的话 它通常只是靠我们自己身体的抗体 所以它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而且现在的研究 它也没有讲到说 暂时有什么方法可以灭掉这个病毒 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自己身体里面的抗体 所以意思就是讲说 其实本身蒜头就已经是有一个抗菌的功能 这是没有错啦 只是for这一次这个它是not applicable 对对对对 如果你是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可能你吃多一点蒜头是有用的 但如果你觉得蒜头要去消灭这个病毒是不可能的 我看我吃了很多蒜头耶 因为auntie煮的饭没有蒜头啊 而且我跟auntie讲我喜欢吃蒜头 他加了很多 那第二个就是涂抹 还有就是吃那个芝麻油 也是一样的 有传这个东西 不过其实它也是不会有杀菌的效果的 而且呢如果你用的那个 就算是芝麻油好了 你说酒精 我们要涂在身上 sorry啊 酒精它只能 怎么讲酒精如果它过多的话 超过75%的话其实它会伤害你的皮肤 这样就变成你也没有 你伤害皮肤其实你更容易去接触其他的病菌 这样你不是更够力咯 我觉得很多是因为在想说 反正那个消毒液里面也是有酒精的嘛 所以我直接拿酒来 对消毒液最高也只需要75%而已 所以你不能单单的用那个消毒 刚才我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的话 可能我们等一下上网就post一post一下那个 那个什么消毒剂的什么好处跟坏处啦 反正那个酒不要这样浪费了拿来喝就好了 对消毒不是酒啊 然后第三个就是使用漱口水 或是我们所谓的生理食盐 生理食盐它其实是拿来洗那个鼻腔的 就是可能有些人他会有那个鼻痘眼什么之类的 他可能需要那个东西去清理他的鼻子了 但是这两个也不行 因为还是那一句 新冠肺炎是病毒来的 他不能抗 他不能帮你杀掉那些所谓的 这些东西他本来是拿来杀菌 他不能拿来杀病毒 所以是一样的道理咯 所以菌跟病毒是不一样的咯 对而且还有下一个 也是服用抗生素 它也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抗生素 应该讲很多次 病毒都是从自己的抗体去抵抗那个病毒的 所以你这个卫生素 这个所谓的抗生素 它antibiotics 就是说它也只是抗菌的效果 所以是一样没有用的 那接着呢还有就是很多 就比如说我们讲吃维他命C 啊维他命C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爆发之后啊 很多那种做止消的人 对对对就叫你吃维他命C 其实吃维他命C 应该这么说 因为现在呢在它的其中一个 就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个symptom 除了咳嗽啊 可能你发烧啊 对对对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因为吃维他命C你就不会发烧 对对对 所以大家就觉得 哦这个是可以有效的 其实是no 所以网上就看到说 你有听过mm吗 你有听过mm吗 600万不是梦哦 还是那一句咯 它只是帮你提高你自己身体的免疫力 而不是去杀掉那个冰毒 对对对对对 就是吃维他命C可能对那种 如果你是那种熬夜的人 可能你就要多吃一碗 没人这样讲这个东西你是可以吃 我们不是这样你不要吃 只是你讲它不会杀菌 你如果把它当成它是一个药来治疗的话 如果本来是的话 早就现在不会一直就是到处肆虐了啦 对对对 还有就是说大量的喝水 有人就讲大量的喝水吗 有啊中国有啊 因为你还记得吗 那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 第一个爆什么 种的那个人还是水 反正其中一个康复的那个病患 他们那个新闻标题打到大大个什么他喝了不懂多少个 25L的水 一天是吗一天25L 一天25L 所以我就莫名其妙 你知道我们平常大支的水平大概是1.5L喔 他喝了大概整十个很多支喔 25支 没有25支1.5L的话大概是20支左右 我觉得应该会真是水肿吧 其实专家讲说你喝25L你会种水毒的 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天里面只可以限制8杯水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中国人他应该是因为自己的抗体 去抵抗到他了 所以才会这样子的问题 唯恐天下不乱这些人 而且之前阿拉伯还有一直不 他们有讲一个阿拉伯联合国 经历一直不断的转发一个讯息 也是说要多喝水 因为你的喉咙不可以干超过10分钟 所以你就要喝那个水 可是其实真的是不能的 因为喝水真的是像你们刚才讲的咯 喝多真的会重手于水毒 所以喝水要适量啦大家 就是不要听太多 然后还有就是洗热水澡 因为他们之前不是讲那个病毒是 高温的时候就会被 其实呢他所谓的这个高温呢 是要在56度以下维持30分钟 他就会被消灭了 他的那个数据是这样讲的 56 sorry 56度然后在30分钟里面 这个病毒就会消灭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想说 阿这样我们要赶快去洗一下热水澡 其实是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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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56度的热水澡 你应该病毒还没有死你应该先 可能是叫什么 可能叫什么那个 可能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就是sona 可能是sona这样的东西 可是其实真的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最多只是让你的体温 上到40 可能有时候会上到40度那么高 因为我们的体温可能 只能上的那么高 因为要不然就是死掉了 对啊不然就是发烧死了 所以这样说他根本是没有办法 所谓消灭病毒的 他可能只是对物品上面的 表面上面的病毒 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去消灭 所以我们的医生就讲说 我们的卫生部长讲说 可能我们就可能不开冷气 然后就开窗 让那个空气流通这样子 其实还有很多 但是就是像什么 什么还有这种紫外线啊 什么酒精啊 什么什么之类这样的东西 其实都是no 他是没有办法 他也不是一个偏方 他只是纯粹 大家都以为他是可以杀菌 就是no no no 真的就很多马来西亚人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Hello 就不可以这种东西 你知道不可以这样子的嘛 就你要 就你要确定它是真的 你才学出来 因为现在大家每个人都有Facebook 还是每个人都有Social Media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想要确定说 有一些消息是不是假 或者是真的话呢 其实我们卫生部已经有推出了一个 应用程序 对 你可以上到www.moh.gov.my那边去查询 或者是 如果你想要更直接的方式呢 就下载我们公司Astro Awani的app啦 自己app自己打网 班奈某 或者是你也可以收听 有我们三个报的新闻 在My Melody跟Gochen Melody是1点 Melody早上7点到晚上 傍晚7点 Melody他就是 My的话就是1点5点6点 你又没打广告我们这一集 我跟你们说 如果今天你们有在现场看到金鱼做这个单元的时候 你就发现他非常的不耐烦 他刚才就一副那种都跟你讲了 这个是什么来着什么来着什么 所以各位真的要听话 因为其实很多报道都已经跟你讲了 因为他是一个病毒 你叫病毒本来就是用抗体 但是我跟你讲有一些人 就是我还就觉得 你们这种人啊 就有一些很固执的人 就一直觉得 你们这种不会的啦 你相信我可以的可以的 就真的是不要这样咯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数字电台 他放了这个也是打破迷失的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有放维他命C 就是不能 不能杀菌这样子 然后那个有一个 类似在做直销的人就讲说 什么什么什么电台 你跟我拿振作出来说 维他命C为什么不能提高免疫力 之类这样的东西 我就讲说 哎大家 对啊 请你们认真的跟 不要那么的觉得 哦 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当做是仙丹来救你 就西方说他们可以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对啊 但是其实有件事情是不用负责任的 什么 就是未选嘞 哈哈哈哈 因为这是选而已是吗 哦哦哦哦哦哦 他在把你借 没有我突然借就是什么 威 威选嘞 我就什么是威选嘞 没有他没有像你这样 威选嘞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等你收力一点点啦 我先听一听监委的单元 怎么办呢这个好吗 嗯不好 哎呦怎么办啊 够力够力了不懂 不懂讲选怎么办怎么办 威选嘞 威选嘞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还是觉得你威选嘞 威选嘞 威选嘞 哈喽你好我是健文 我是佳俊 我是金鱼 是的那今天呢这个 我觉得我今天在设置一个威选嘞的题目 有点 有点没有人情味我觉得 跟你一样啦 跟人一样的吗 哈哈哈哈 呃 OK好 OK因为on-air不能爆出 OK我忍着 OK好反正呢今天 嗯也只是一种 嗯大家当着消遣这样啦 就是玩完而已啦 玩完而已啦 对玩完而已啦 所以我们讲不用负责任的嘛 对对对对 不要把它当作是我们的个性或性格就好了 对对对对 不过我先要补充刚好 我们上一段有讲到啦 你看啊好像刚刚我们一直都说 呃其实这个时候 OK疫情在在在在肆虐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天了 我们就不要去乱乱传新闻嘛 对不对 然后刚刚佳俊也是有说 呃就是你不确定的你就不要去传 但是有时候你看啊 怎么样叫不确定 可能有些人讲说 诶明明我看到那个报道写卫生部 OK我想说的是 即便你看到报道里面有写到一些官方的字眼 哦卫生部说啊 政府说谁谁谁说都好 你都依然还是要去到 所谓的呃官方的那个网站 去check了以后 确定了以后才去share 不然就是以各大就是我们所谓的主流媒体 作为一个标准 当然你说主流媒体有错嘛 它还是会有错 不过它那个错的几率会是比较少 很低的 对很低很低的 他们可能都会做了确认之后再跟你分享的 对对对对所以哦 然后不要真的是因为看到这样 诶明明那边有写卫生部水我就传了 真的不要这样 因为现在世界已经很乱了 OK我们就不要再添乱 而且我跟你讲 很像Uncle你讲话的头文 现在的网络也很厉害耶 它可能会结一个主流媒体的 对对对对 什么叫他们的branding放下去 然后就讲这个东西是真的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们看到它其实可能share怪怪啊 或是跟它平时的颜色不一样 你们就要注意了 所以我们可以选了吗 可以 太多废话 首先呢 这个就是二选一啦 就是问看你哪一个情况你会比较担心 首先没有口罩还是没有消毒液 没有口罩 没有口罩 你看金鱼金很难写 他讲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如果我没有生病的情况下没有消毒液 没有消毒液 因为个人卫生会更重要 在这个病毒上面 好 下一个啊 你比较担心咳嗽的人 还是那个人他身体有 就是有不舒服 然后但他没有咳 他没有在里面咳出来 但是他跟你一起 但他跟你一起吃同样的食物 就是你们夹食物啊 大家就口水相容啊 就你比较担心哪一种 口水相容吧 这个就有点难耶 因为现在这个新冠肺炎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可能会有五病症 所以我就问你 你不要担心 像刚刚那种 身体就咳咳咳的人 还是他完全没有暴露出来 他可能有不舒服 那个是吸毒吧 那个是伤风 进来吃啦 他夹东西给你吃 他自己也吃 你会比较担心哪一种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shan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东西 如果你咳嗽的话 他可能看不到也就算了 但是那个就是 他明明伤风了 可是因为咳嗽是不能停的啊 咳嗽不能停啊 是不是有点很纠结耶 我第二个 我第二个 我选咳嗽吧 因为咳嗽比较明显 咳嗽比较明显 那个刚才有讲啊 那个飞沫 对那个飞沫啊 六哥哥 好下一个 你比较担心你的旅行泡汤 还是你比较担心去鸡场 去鸡场 旅行泡汤 所以你不怕去鸡场啊 鸡场也还好吧 鸡场就是 就是人流最多的时候 人流最多 而且有各国风 就好像你去那边 赶快跑上去放鸡就好啦 东西会留在表面上哦 哈哈哈哈 好下一个 你你比较担心 被迫放无薪假 还是病情很严重的时候 依然还要你来上班 哇 嗯 被迫放无薪假 就是没有钱拿的啊 对啊对啊 这样滚一到钱我就不可以了 我选第二个 但是疫情已经很够力 但是他依然还是要你来上班哦 我要这个 我不来上班了 所以你可以就是你 你是被迫放无薪假 所以你是 你不来上班了 等下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来上班不拿兴趣没有关系 不拿兴趣没有关系 因为他老公很有钱 哦哦哦哦哦哦哦 他老公做爱情有钱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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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OK 不好意思我有点转不过来 OK好下一个 你比较担心 病毒传到来自己的国家 还是邻国 自己的国家啦 是不是 我是敢打 他就想说 就是自己想去 其他国家的关系吗 也没有啦也没有啦 其实纯粹就是 要给你们就是 给 要给消你们 不是给听众听 有个这样自私的这种人 那我跟大家讲 以上的智商 不代表本台立场 OK OK 下一个呢 你比较担心 自己重病 还是你的至亲有事 我比较担心至亲吧 不要担心至亲 自己重病没有关系 反正都要靠自己的抗体去抵抗 OKOK好 下一个 那你比较担心 从疫区回来的人 还是特定国家的人 你看 OK 两个分别在哪里啊 哪个分别在哪里啊 听啊听啊 两个分别 一个是 你已经知道他是从某个疫区回来的 另外一个呢 他不是从某个疫区回来 不过他 他刚好只是那一个疫区国家的人 比如说经济强国那个 对对对 你会直接问他你是哪一个地区来的 可是现在那个地区已经 就是因为摆在你面前啊 摆在你面前一个是 我刚刚从经济强国回来的 OK 的人 他就从疫区回来吗 另外一个 他 就只是因为他是那个经济强国的人 你会比较担心的 你懂我意思吗 当然是疫区啦 如果他是经济强国的人 可是他在马来西亚叻 嗯 很好很好 来 来你选你选 我选疫区 很好 所以呢其实 至于刚刚反复那句话之后 又讲到你的工艺很笨 不是不是很笨 因为其实我就是要你们这个答案 也顺便要呼吁大家 其实我们不要对特定国家的人 有带有歧视的眼光 因为你看啊 因为你看啊 像刚刚经济有说的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他 虽然他是那个国籍的人 但是他其实长期身处在马来西亚 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感到好像 有抗拒 哦你是那个国家的人 你走开 对 因为现在其实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 一个现象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一直在讲说 我们不要去歧视任何国籍的人 OK 因为我我记得我之前我看过一些影片 就是 呃一些身处在马来西亚的 呃特定国家的人 他们觉得大家好像把他们当成病毒来看 等一下先他们有没有从那个国家回来 其实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 就只因为 现在那一个地区爆发的太严重了 大家只要听到他是那一个 那一个地方的人 先不管他有没有从哪里回来还是怎么样 他就觉得 呃远离他远离他 他是那个国家的人 OK 所以其实真的是要奉劝大家 跟呼吁大家 从那个 他是那个国家的人 真的不代表他就是从那个地方回来的 OK 请大家不要在这个时候 还是那句不要添乱 也不要就是呃歧视任何人 我们要让人间有爱 哇 这个ending 我还想说 只要记得隔壁 隔壁回来的 大家就尽量不要见这样 哈哈哈 因为我现在就尽量去见隔壁回来的人 哈哈哈 嗯呀 而且而且除了这个以外 你看不是也是有说 就算那些已经自我隔离14天之后的人 我们也不要 对他就是带有一点好像 歧视或者是 呃觉得 哎呃他曾经隔离过的那一种眼光 或者是他已经痊愈了 已经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人 我们也不要 哎他曾经中过也 不然会被复发 哎呃不要结束他 呃是咯 试着站在 互相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 老实说 无论如何啦 我觉得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就是讲说 呃其实你的恐慌 比病毒还要更可怕 真的真的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大家 呃如果要就是 我明白这个疫情可能对我们本身 有很大的影响 是 但是你要透过一些正确的管道 去知道说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 对 不要什么都不要去相信 所以呢记得如果自己本身是呃 呃一个理智的一个民众的话 你应该知道说要去一些官网的地方去查看 还有不要乱乱听信人家的谣言 然后最重要的是呢 如果你要知道第一首 可能是一些比较官方的消息的话呢 你可以收听我们的鸟是声飞 真的 然后你你错过了上一集 你也可以再听多一次 真的比如像我这样你看 就不知道我们上一集在讲什么的话 你可以去听 打打回去 打带打带打带 然后当然最后的最后呢 想要说的是 为什么今天一开场我们都会用比较开玩笑的方式 OK 并不是我们在呃就是拿这个疫情来开玩笑 或者是我们在无视这个疫情 只是我希望说 在现在大家可能都是处于一个比较悲伤 或者是比较烦恼的一个氛围下 有一种压迫感的感觉 对有一种压迫感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呃 开开玩笑 对就是 就是让大家放松一下心情啦 其实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的呃 我不能讲没有想象中这么的严重 只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比较正面一点 去看待这个事情的话 它可能会呃 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也说不定咧 对不对 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讲了 这个新冠肺炎它的致死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二 如果是跟SARS比起来的话 SARS是很高 是百分之二还是百分零点二 忘了 总之就是少过百分之五 是 反正反正怎么样都好 我觉得大家最重要的是基本的人 个人的卫生要保持 对对对 所以家俊记得买消毒液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洗手啊洗手 谢谢大家 都 doesn't